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吗 刚那破板飞进去的时候 刮坏了门上的漆 我得把整扇门都换了 还杂花一花瓶 那花瓶可是一对 现在我也用不了了 都是前朝的骨剑 算下来 五十三 四舍五入 我收你们一百两吧 我 你 我 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 像你这样四舍五入的 你 你不要脸 你们过来捣乱 耽误我做生意 不用赔钱吗 我们捣乱 你这压根没有开业 哪来的生意啊 对啊 好吧 我这人最仗义 也好少 就少收你们 一两银子 你 剩下九十九两 二位怎么支付啊 不予支付屁斗嘴 来人哪 给我砸 给我把风楼拆了 快点 快点 谁 快点 快点 好 快点 我都不说起 哎 各位贵人都在场啊 看得清楚啊 是他们先动的手 这套药费我可不出啊 还有啊 我这四个兄弟出了力气 晚上想必要多吃几万饭 这钱也得你们出啊 我帮你们算算 沈亿 我跟你接了 你大胆 我乃玉楼头牌 你一个乡野村汉 你 你真敢打我你 你 你 我最讨厌有人 在我算钱的时候打扰 到时候我胡乱算 你必然要多交钱呢 我自有兴我 我 别过去 否则我会杀了你 山高水长 五党定会为了今天的事 来报仇的 告辞 想不到 我书成竟然有一日 要做这样的事 哎 仇儿 您就不用了 别哭闹了 进来吃 则安吃 有我在 今日保证让咱们开心 外面炒什么呢 世子大人 前面花街有人在斗殴 斗殴啊 好事啊 要不我带我的人马先去看看 这事归武城兵马司馆 要不然 今天就算了吧 咱们回去吧 怎么能算呢 这么热闹 要么你先在这儿待着 我先去看看 你 你可不能讹我 还没结账呢 怎么结账 我自由习武 我怎么可能碰都碰不到你 你 你到底是人是鬼 谁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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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结账就想跑 想得没 世子大人 我们这就回去吗 还是去看看吧 免得他又惹出什么乱子 哎 其实 第一遍 对 这事 这是 快点 快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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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你 竟然给压着本世子 你 你 你起开 你起来 你起来 现在是世子殿下压着小人 若是世子殿下想吃小人豆腐 可是要收费的 谁想吃你豆腐 我吃 来人 把这个脏东西给我录出去 川儿 没想到你 你们可以啊 我懂 那个 我先走了 你们继续啊 你 你回来 我来吧 我来吧 好了 好了 什么小火 啊 哎呀 阿 啊 авно 很好 现在 锦裡 七 哈 干吗 这个 他 一定得到 他 你 他 他 世子大人 万福金安 世子大人 万福金安 世子大人 万福金安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嫌我丢人丢的还不够啊 这可是败坏名声的好机会 赶快上去 大家免礼吧 你刚才说我得付你钱 是吗 世子殿下若是不想付 也就罢了 只需要记着沈爷的好辨识 毕竟钱债一还 情债难偿 我觉得世子的情债更值些银两 这玉佩 你刚才碰过 送给你了 应该是直接钱 这可是传世的名誉 折合成银两 小人怕无法找灵 不必 我书成也不知找灵是什么 反正就是送给你了 你是开欢楼的 对吗 那既然我付了你钱 也等于我逛过欢楼了 对吗 世子殿下怎么说 那便怎么试 那便好 各位 我书成 今日逛了欢楼 还请大家记下 也可以四处宣扬这桩丑事 我不介意 这下可以走了吧 世子殿下慢走 下次带他还来找你玩 没想到是这样的见面 敢问兄长 这就是那个憨憨世子吗 回去长嘴 小川 孙长 好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今天我就起回去休息了 我都陪你玩了一整天了 你该不会现在要修理我吧 长 做人可不能羡慕杀驴啊 好端端的 怎么侮辱驴呢 来我府上住上几日吧 我还有好多问题 要请教你 是这样的 那个不是我不想住 只能这几日 我确实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有那么一点点的忙 我并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你不就是想和那些狐朋狗友私混吗 免了 我现在就是你最大的狐朋狗友 走 我这是招谁惹谁啊 我 你还是要úsica 我跟你说 就OK 我是你 不 你看 我 我 你这是在想从前的驼子 还是现在的沈夜啊 沈夜 她真的能坏我名声吗 我与她在云州相识 此人确实有几分传奇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她口舌极劲 但是呢 我总觉得她这个人 透着几分贵气 特别是她那只火线舞 绝了 我跟你说 她以后 一定是能成为绝品家人的 假设时定能超过于怀 你要是能跟她吃上关系 一定能成就一段 蓝银祸水的家话 那就好 如果有一日 我能做回自己 我能把她给宰了吗 孩儿见过母亲大人 嗯 啊 江国书大人 书还清 不能行礼 我还以为是一具尸首呢 你的事我听说了 辛苦了 这份情意 书家会记在心里的 不敢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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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砸了慕容家 还毁了人家新建的园子 是 五城兵马寺的人报告 你还烧了一座欢楼 是 烧人家的地方 就是逼人家入府伺候 是 还要让人家打理你的生辰 是 你堂堂一个世子 居然要欢楼的小官 来打理生辰礼 哎呀 不错呀 初听之下 我都已经生气了 不错 继续努力 谢过母亲大人 孩儿一定 继续努力 也请母亲大人 保重身体 娘身体好得很 只怕你没那个本事 那位家人已经入府了 是 那就让她晚上来献议吧 来都来了 也别荒废着 娘来替你做做样子 我看母亲大人 是自己想看吧 孩儿屋里 孩儿 这就去办 随我去趟出帆小柱 走 诚 诚儿 你得把我也抬过去啊 好 见过世子殿下 兄长命小人在此恭候世子 请世子一人如内 大胆 竟敢对世子无礼 兄长说了 既然我们住进此处 还请世子殿下体恤 你们在这儿等我吧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或者我把你胳膊打断 见过世子 我收拾花圃的时候 采了些花瓣 这漫天花雨 独迎世子 也算是巧思 你竹篱我的生辰 应该会让人满意 凤楼开业那天 我便准备了一支毒武 要献给世子 今日就借着这幽静之处 我刚收了你的地方 你就要给我献武 你还真是个厚道的人 世子 胜得真好看 留着你的本事吧 我母亲请你晚宴时献衣 这花雨 就很好看 准备一下 书家的家主姝柔 让我们晚宴献衣 准备一下李死师 要杀了姝柔吗 你脑子在想什么 我对她是那般心思 你要杀她娘 沈苍鲁莽 我 小人沈叶 见过书大人 见过世子殿下 见过慕容小姐 婉容 沈叶 我母亲想看一下 你的火锈舞 听闻是冠绝天下 如此便有劳了 那便让物家帝郎 沈从 为书大人捂上一曲吧 我母亲是想看你 跳这支舞 小人曾允诺过 为世子殿下读武一曲 既如此 还请书大人 慕容小姐 回避 沈叶 难不成你要惹书大人生气啊 什么时候还这么将心用 沈公子 请上前几步 沈叶 抬起头来 沈叶 正是小人 沈叶 你从哪里寻得如此极品佳人的 母亲可是动心了 你看上的人不妥吧 不是 以孩子来说 他只不过是一个道具 咱们母女之间 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乌儿孝顺 但是母亲 我得通知一下我父亲大人 他还在云州 你要是想寻得新欢 这还是我介绍的 这不太妥吧 算了 这沈夜也没什么好的 沈夜 既然有舞你不跳 那这腿便不用留着了 来人 把她腿给我打断 别 这般暴力又是何必呢 不跳就不跳吧 沈公子 承儿的生辰礼 就有劳你了 花魁于怀我也邀请了 听闻你也有花魁之意 正好你俩可以比试一番 我很期待 如此便是结束了吧 沈夜 你真厉害 我母亲眼睛都看直了 那我生辰礼 就交给你了啊 承儿 你等等我 谁啊 沈夜 小枫 每年你的生辰 陛下都会亲手为你正观 今年会再次一颗金珠给你 以示恩宠 今后 你便是五诸世子 当世无双 表面恩宠 实则捧杀 你心中有数就好 前几日他还提醒我 让我对你严加管教 看来 你的坏名声已经传播开来了 索性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他赐你金珠 自大楚开国以来 除了天家之外 还没有人获此殊荣 近日也没有暗停的人 在对你动手 这说明他已经对咱们 放松了警惕 你只要坚持下去 待你成为下一任输家家主 便不用再忌惮 母亲已是家主 不一直也在忌惮天家吗 当你成为输家家主的时候 局势便不一样了 是玉琐 女将俩可以 放松了 你身为家的 部队 differ 我 Travis 你来说 我们在讨厌 手上来 我去哪里 这一顿も 羽翰 你先回到 那又怎样 还请兄长 允许我替兄长献我 为何 这是我的事 他应该由我手人 兄长救我 养我 教我 如今是我报恩的时候 那你的仇 我报了吗 往日有劳兄长 吐露慕容满门 沈从拜谢 如此一来 沈从恩仇皆了 再无前过 傻小子 想得倒是简单 兄长 我就想给他好好过个生日 陈浩 付贪 真相 请 请 请 承儿 舒城谢过各位大人 他日舒城入朝为官 还请各位大人多多指教 到底是舒家世子 开口便是入朝为官 造福黎民百姓之事 他哪有这样的志向啊 吃喝玩乐的本领倒是不少 这不他又请来了二位朋友 若是各位不嫌弃的话 请他二位朋友为大家献意助兴 如何呀 好 难不成 是凤楼的沈家兄弟 如此甚好 这凤楼沈业名头正盛 我都想着 这何时才能一睹这家人风采 那就借着这个承儿若贯的机会 让我们见识见识 不必着急 我还请了花魁于怀前来 花魁于怀 听说这于怀 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家人 是我大楚国的瑰宝 这沈业又是后起之秀 这二人同胎献意 岂不是提前建设了花魁大赛 是啊 也就只有书家才有这样的手笔啊 书大人 世子 请 来 各位请 来 各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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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主 深夜那边准备好了 来得正好 哇 哇 来 长得真顺俏了 见过各位贵人 免礼 据说这沈夜的一支火秀舞 曾令大安国的国君日思夜想 乃至生了一场大病 这今日可叹得虚实了 于怀道 草民拜见书大人 拜见世子 祝世子福寿安康 龙眼永驻 这 这 书大人 这位是 是啊 上回花归大赛 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这根本不是于怀 草民是于先生的秦童 我家先生今日身体不适 怕冲撞了书大人 世子殿下 先生已在家中沐浴焚香 摇住世子生辰 今日庆典 我家先生福伯 无缘为世子助兴了 先生献上绿尾琴 恭祝世子生辰 绿尾琴 那不是于怀的贴身宝物吗 据说传了两百多年哪 你看这么贵重的零食啊 十叶 送你了 多谢世子 能撤 草民告退 那你们可得好好表现了 各位贵人 物家帝郎沈从 自幼有小人亲自调教长大 有他给各位贵人舞上一曲 想必不会让各位失望 这火秀舞 是你沈夜的成名之作 不该由你亲自献舞吗 是啊 沈夜 看来这支火秀舞 你还是只肯跳给成儿看哪 多谢书大人理解 沈从 给各位贵人好好舞上一曲 助助兴 终于要牵到火秀舞了 是啊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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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好 好 好 补儿 来 来 来 怎么一个人在上面喝酒 参见世子殿下 世子殿下的生辰之礼 又为何单独一人跑到这儿来 难不成是来找沈夜陪酒的 我不喜热闹 想出来偷偷气 许是多吃了几杯酒 不绝间便走到了这里 你知道我会来 我知今日于怀不会来 而我也知 今日你一定会来 今日是世子殿下的生辰之礼 沈夜还没有机会 就同世子殿下说句生辰快乐 沈夜 祝世子殿下 生辰快乐 我的生辰不属于我 这是暑假的节日 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盼交情的日子 若是我说 每年中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一天 你会信吗 那沈夜算是白费心机了 你和你家地狼的名声 恐怕今后会更旺了 我知今日主礼生辰 与世子无关 所以单独准备了一份礼物 所以单独准备了一份礼物 独属世子殿下一人 我想要什么样的礼物没有啊 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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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煙花的鎮長 是用女帝才 你不要命了 竟敢掏宮裡的東西 管他是誰的 我說屬於你 那便是屬於你的 不及此刻卻不慘 我看過硝煙裡的風沙 哭著你的繁華 卻想與你共白髮 承受像坑笑笑 有誰又到誰 世子殿下笑起來 可真是好看 走過幾段繁華 蹲過幾場莫花 認真荒唐又何妨 還喝著江山 我憑我遠欲去奉上 縱然這故事跌宕 有你便是風華 這孩子 為了給他過個生辰 竟然鬧出了這麼大的動情 主人 我們為世子殿下 準備的第二份禮物 也該奉上了 也好 我們也為他 熱鬧一下 我好想說 這個地方 你一定會有 該怎麼做 只有我 要走 這個地方 說給你 我頂為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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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